但是我們這些沒有逃過一劫的 我又升級了 因為經過地鏈了 所以以前我也是拿著這個上課的 現在我雙手控出來了 因為我要掌控的資訊更多 所以呢 我們就用這個方式 就給大家來看一下 那各位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新日圖裡面 其實我已經把我們今天會用到的 幾個超連結 我都把它放在這裡了 有沒有 好所以呢 我剛才寫這麼多 就要寫進去這裡就好了 你就不用那麼麻煩 那我們今天其實 要介紹的簡報 在這裡 這裡 我把它先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好 我小字一點 平常大家都是用 PowerPoint 有沒有人 有用過PowerPoint以外的 TDF也算啦 如果你勉勉強強來講 TDF也算 你又用過哪 這個Canvas Canvas 不錯不錯 我裡面也有介紹 Canvas也是最近這幾兩年很流行的 那我最近也在推這個 因為各位 你是 現在的老師 也是未來的老師 對不對 你可以直接升級成 教育Pro版 那這樣你就可以擁有所有的東西 那我們最重要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你用Canvas 有這樣子嗎 沒有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我們 其實除了PowerPoint以外 真的鼓勵各位 你可以試看看不一樣的簡報 因為其實說真的 PowerPoint 不代表它是簡報等號 你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比如說你看 我覺得你這樣看不太清楚 我可不可以放大一點 有對不對 PowerPoint怎麼放大 沒有嘛 那像賈伯斯喜歡用的 是Keynote 就蘋果的 那另外呢 其實有跟我們 現在Prazi 很像的 跟我們今天要介紹Focus 該很像的 叫做Prazi 其實我早期也有用 只是後來 他改版 那對中文的部分 比較不友善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學術網路上面來說 你用這個 因為你不會用付費的 所以說基本上 速度稍微比較慢一點 這是他的缺點 那當然 其實他是十足 也就是說他雖然不是第一個 用我們現在這種 新制圖方式 來做簡報的 但是 他算是屬於發揚光大的 也就是大家很多看到了他之後 原來 簡報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做 那再來當然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這個 Focus Guide 那他本身是軟體端 可是你可以像我一樣 你看我有沒有放在雲端 讓你直接連進來 對不對 我也可以變成 網路上的一個版本 另外其實我跟各位介紹 連微軟自己 Halloween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他也有一個叫Sway 只是大家 可能很少 聽到 甚至沒有用過 為什麼 因為他是雲端的 所以如果你有登錄 我們的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Outlook 或 MSN 你去用線上的Office 你就會發現他有一個服務叫做Sway 所以其實也很好啊 所以為什麼說 大家平常 你一定要把你的簡報限制在PowerPoint裡面 何必呢 對不對 你有 更寬廣的路可以走 那我們的Player跟FocusGuy其實都有共通點 用新制圖 我相信大家都有幾乎過新制圖 因為國小現在都要教嘛 國小國中都會啊 他是一個很好的思考工具 用電腦 是一個方式 但是用紙筆 也很好 所以呢 他最重要就是 你所看到的簡報 就是一整張大張的 我們PowerPoint 或者像Keynote 其實他們都有一個特點啦 就是每頁都獨立的嘛 那我們這邊不一樣 就好像一個尋寶地圖一樣 就好像我剛剛晚上來找不到這個一樣 白天來我會找 可是晚上來我就不好找 所以呢 我們 如果你曾經用過的 其實我們FocusGuy基本上就是一個豪華版 那沒有用過的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是你的創意簡報的版本 這樣可以接受 好你看 那我可以繼續講下去 我可不可以直接就跳別的 也可以 有沒有 我也可以這樣跳過去 那 來我先回到這裡 好 所以你先了解這樣概念之後啊 我這裡呢 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到底 他有什麼樣的優點 那等一下呢 我們當然就會去 註冊一下他的那個帳號 跟 安裝一下他的軟體 那其實說真的 如果 你待會呢 是用軟體端呈現的時候 其實他的這個 跳過來不會那麼快 他會有一個類似像轉場 也就是說他是慢慢這樣走過去的 他是這樣走過來走過來 他會有一個 Rune in run out的那個效果 但是因為現在 網頁端 各位 應該知道 請問Flash還行不行 你沒有感覺起來 這個字 好像有一段時間沒有出現在你的耳朵旁邊 多久的時間呢 11個月 因為從今年1月1號開始 也就是去年12月31號以後 瀏覽器正式不認識他 在這個之前 前兩年 你還可以允許 我就可以看到 但是 現在是完全看不到 網路上已經完全消失 那第一個 等一下您可以看到他註冊 其實蠻簡單的 因為我們用的是這個國際版 所以你就直接 註冊 不用收 認證信 現在大部分都要收嘛 對不對 那當然 他也有繁體中文的語氣 所以呢 雖然我們大概用國際版是英文的 但是你可以切成中文 那你就有中文的一個介面 再來很重要的 你有沒有感覺到 PowerPoint也有很多範本 有對不對 可是呢 那些範本 你不覺得 你已經用到快爛掉了嗎 從國小就敢用到現在 雖然Office版本有變 範本也有增加一點 但是老實講 你會用別人會用 所以一站出來 有沒有感覺 跟我這邊 一放出來那個感覺就不一樣 對吧 那我可以很肯定就是這邊的範本 絕大多數你應該都是沒看過的 即使你 不太會用 就算拋範本 也可以讓你感覺不一樣 那當然他也會有跟我們PowerPoint類似的 圖庫很多啦 那也有一些數據可以顯示 那更重要是他也支援多國語言 也就是說你自己電腦的字型 我們一般比較擔心的通常都是中文字型 英文我們大部分不會用那麼多嘛 那中文字型的部分呢 如果你在PowerPoint裡面 你有用了一些 比較特殊字型 請問你拿到平台電腦 還可以看得到嗎 自動就換成新器皿嘛 對不對 因為沒有相對應的字型 那這個裡面呢 他其實如果你真的有用了 比如說各位其實你剛剛有看到我的 這個 第一頁裡面 在這裡 我已經把它 越過了 它是一個動畫 我們這電腦裡面有這種字型嗎 應該沒有吧 這個是最近那個有一個叫 輕鬆手寫體 好他也是一個免費的一個手寫字型 最近有出五級了 就是五個 那種手寫字型 完全免費的 那我就把它用在這邊 這個可以商用也可以 就是我們教育使用都沒問題 所以這個是 像他字型的部分也很方便 那當然 他的輸出方式也很多啦 那以我們免費來講主要就是線上輸出 就做這個線上的簡報 好那他如果 你是屬於Mac的 我想 現場也許有些同學是使用Mac的 有沒有 咬蘋果的 平常我們都開窗戶的嘛 但是呢如果你喜歡咬蘋果的也OK啊 他也有Mac版 所以你也可以用 那再來當然他也會有一些簡報工具 就是類似像我這樣 這個工具 我們PowerPoint裡面有筆 這都比較簡單 甚至他還可以剪接影片 現在PowerPoint也可以 對不對 所以其實還是會有些雷同 只是說我們把 這樣的一個概念呢 先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你就可以比較了解 他的一些特點 好 那各位了解這個特點之後 我先請大家 你從這邊 我看一下我沒有放他的 連結 我好像沒有放在這裡 好吧 那我來看一下這裡 我看一下我在第幾頁 我記得 好在第4這裡 這個應該是第 2 3 4 好這個 在這邊我有設一個超連結 其實 點下去 就會打開他的官方網站 有沒有 當然其實你知道今天我們要上的關鍵字 直接Google一下也可以 好那我現在來到他的這邊 是他的 英文版就是國際版的官方網站 我們就從這邊 就可以 您來這邊sign out一下 直接從這裡註冊 好那您要用Google的Facebook都可以 或者是您直接用這個 信箱註冊也OK 那我就把畫面先還給您囉 請您先註冊一個帳號 我們來吧 李仁華 來ので